中原國小 今天是大人前校長 親自來代表接受 接過手中的教材 這套由慈濟基金會出版的 大愛銀行人文素養教材 正式推廣到校園 孩子其實他可以 有這樣的一個 接觸到這樣的一個教材的話 他可以練習反省自己 然後去找出改進自己的策略 跟品格有關的 一般的書商是不會去編輯的 那我們慈濟基宜 能夠找回教育的核心價值 這樣的概念 我們把這套書 從幼兒園 小學到中學 整個編載出來的 有別於一般的教科書 大愛銀行是以生活 品格 生命和環保 四大議題貫穿各策 並透過禁思語和故事的方式 引導學生閱讀 培養人文素養 品格教育 人人素養 這樣子的一個補充教材 我相信是一個非常具有意義的教材 教育部也希望 這樣一個教材的部分能夠在我們各級學校能夠來推廣 然而對於台灣教育的發展 工藝平台文化基金會董事長 顏長壽認為 人文素養要從小培養 素養其實是一種生活的態度 閱讀也是素養 因為閱讀好了以後 他可以從各種過去的文章貫穿成一個知識的修行的過程 不只人文也需具有思辨能力 才能在變幻莫測的世代裡建立起正確的生活態度和價值觀 大家新聞雷亞 蕭玉傑 台北報